Hello 大家好 薩姐 因為頭髮太刺眼了 所以撥起了 另外也是因為自己今天心情煩躁 一開始電腦 電腦 影音機就有少少問題 全部都是針對我一個人而已 不知為何 激動我死 當然啦 我相信是因為我的臭手 搞到他們 因為我有機械跌 所有機械對我來說 都是雙黑的 不知為何 所以也不排除是因為我的緣故 這些還好些 但是其實 怎麼說呢 今天兩個同事聊天 因為高層都去了開會 兩個同事聊天 其中講開割韭菜這個問題 其實是有些其他事情 講開其他事情 突然那個男生就彈了一句割韭菜 即是那種 女士就說 什麼是割韭菜我不知道 男士就解釋了給他知道 男士就解釋了給他知道 那大家 所有吃東西喝東西 先保持 我怕你等一陣 手機離遠一點 我怕等一陣你訂手機 男士就解釋 因為你都知道中國窮 他沒有錢 就向一些人去收錢 跟一些貧富大眾去拿錢 這些就叫割韭菜 你看一下有些可能是 那個關係的動作 我真的 我沒有立刻拍桌 我都覺得我人品高尚 我都覺得我脾氣很好 我真的想立刻拍桌 你說什麼 我們國家國人民韭菜 你有沒有搞錯 你活在什麼年代 那個男生還會很年輕 我想大概二十幾三十歲 三十多歲 我心想 我們形容這個韭菜 是美國那一隻 真是去割奪別人的資產 在周圍做一些局 去收割別人的資產 例如可能推高了美金 騙你們買去美國債券 然後就 回頭就扔走一些東西 做高個股價 讓他們可以去美國債券 去高沽的時候 原來那個是空心股 我們這些才叫割韭菜 現在竟然說 割韭菜的類型是因為中國窮 要收割人民的資產 我真的 我真的 你如果 真的 通常形容某些人 或者某些地方 某些政府都還好一點 你不說 你何必 突然間要說是中國 這些人 所以 我現在定的目標 我真的不敢說 我最初定的目標 就是希望做多一個合約 去到一月中 可能再做多一個 如果他們要求延長 可能延長到一月底 那就不做了 我現在真的在圍繞 我能夠熬到十月中 真的 我現在的合約 到十月十日 我真的 我覺得熬到十月十日 我真的 很厲害 可能有些人 覺得我 意氣用事 看看大家怎麼看 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是有少少少任性的 也不是少少 其實我是極其任性的 我之前有些教會 以前在教會的時候 也有些姐妹跟我講 她說 我覺得你有少少少 很像財奧物 當然 她的財 真的不是金錢 是我的財能 這個我也承認 我自己覺得 與其 我自己去到哪裏 都能夠 只要我是做回家這行 我去哪裏都找到一口飯吃 這個事實 也不會有人投訴我做的事不好 只是多少錢的問題 但是在這裏做 越做越辛苦 我今天都在 因為今天 電腦那裏 聽了某些事情 所以其實做完某些事情 都沒有工作 我都在想 為什麽我做得這麽辛苦 在這裏 後來我也想到結果 這個理論 人家做AP 只要付錢 收錢的人就不理 什麽都不關我的事 做收錢的人 我只負責收錢追溯 給錢的人不關我的事 但我這個partime 是 給錢的做事 我都要做 這裏 我都要做 我只能做一倍 人家只熟悉他自己的部分 就行 我只能做兩部分都熟悉 那我叫什麽partime 還有很多時候 之前說幫AP的男士 給錢的男士 現在就說因為收錢那邊的人走了 現在主力幫他 但是當然那個女性 我經常都說的 很自私 還有她叫人做事的態度 好像叫阿四那樣 沒有呼喊 她說得細聲就不代表她的人是好的 她說得很陰聲細氣 不過問題是她的態度差不多叫你做狗 有時候有些問題她開了 她不是順手改的 然後生出來你改的 為什麼是我做的 那些工作明明是你的 我幫你手 為什麼現在變成我的工作 很多事情都不是很幫助 她不是幫我 她現在覺得她正在幫我 反過來是我幫她做事 所以其實我覺得壓力很大 你的同事沒有上一單 你叫我去追同事 為什麼變成我的責任 是你要去追的 關那個part time 為什麼由我去追呢 我經常都會問 你有沒有看過 還有沒有同事有哪些單是未開的 那這份是你的工作 是你應該看的 你為什麼叫我幫她看賣 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是做得很辛苦的 那加上現在這樣上班 其實我自己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我早上大概7點4就要下去 不是慢慢下去 是滾下去 然後就要在8點前上到駕車 那我才可以9點前回到公司 9點前回到公司 而又6點馬上飄出來 回到家都已經7點多了 即是說其實我12個小時就在了 還要是很趕的 說的是很趕的 不是說在外面逛逛逛逛才回到家 不是很趕的就12個小時在外面 還沒計我要洗澡 洗頭等頭髮乾 其實睡的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其實現在都積極考慮 究竟我是不是做完這個contract 如果我去到10月中就不做 然後再找那份身 最多告訴他我新年放長一點 畢竟去留也是一個壓力來的 因為每一個抉擇都在影響很多事情 再說 經過今天這一役之後 我越發又決心真的要回到內地 因為到我退休的時候 這群人就是正正當年紀 很多時候就由他們說 那我是不是真的還頂得住呢 我覺得我現在人家這樣說一句 我在公司都已經火到陷陷的聲音了 那遲些我又不覺得 你想想活了幾十年的性格都是這樣的時候 我不覺得我將來會接受到這件事 人家怎樣罵國家 怎樣說警察 我都可以覺得沒事而已 死朋友而已 我覺得我不會是這種人 所以回到內地已經是唯一出路 之前看過網友蘇哈給我一個連結 那個網站就是教一些人 如果高不成低不就的 只有六七十萬的話 那你怎樣退休呢 因為大家知道 一過了某個額 你是拿不到長者生活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好像三十萬左右 單身二三十萬左右 是過了的 如果你是拿不到長者生活津貼 那可以怎樣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問我 我可以回到連結 不過我要重申 其實那個解說 並不太完全的 也並不太妥當 當然他說的方法好像可行 但其實他錯過了某些事情 畢竟錢是薩姐的強項 要有一個到處有一個人可以跟我對抗 當然金融專家 薩姐沒得跟他撼 但一般普通人要跟我說錢 是沒有輸過的 我 我是沒有輸過 他就說拿著六七十萬 他的建議就是可以在上面 兆慶那裡退休 他說那裡人均 每個月的洗費大概三四千元左右 你可以慢慢洗 在上面撕了一段時間 撕到三十多萬以下 你就可以申請獎謝生活津貼 有四千多元 或者到時都差不多了 可以申請三個金 有千多元 有兩個看法 為什麼我說這個不明不完全 第一 長者生活津貼 你的資產是過了 你未必可以申請到 如果等到你撕到在上面撕到 剩下三十多萬 可以救資格的時候 但長者生活津貼的門檻 好像你不能夠離開香港 多個不知幾多天 就是說基本上你是要在香港長住的 如果你在上面居住的 你可以申請廣州潮傘的津貼 但是那個是否又有年齡限制 或者是一個入息審查 其實大家要留意這些位置 那薩姐就看過 基本上薩姐這堆都不合資格 加上長者生活津貼 是不可以拿中援 不可以拿雙殘津貼 那就是說其實 其實這個 program 其實是有少少問題 我不是說要別人給多我 正如有些人拿中援 如果他好像我那樣有病的 我們是會多一份的雙殘津貼 是可以混合的 那為什麼長者生活津貼是不可以呢 那我也是有病啊 對不對 就是說其實你只可以 一個人 其實當初雙殘津貼的目的就是 你看醫生需要花錢 有很多方面都需要花錢 所以就會給你這個津貼 還有讓你坐車的方面 看醫生方面會有少少好的 當然我也感謝這個雙殘津貼 如果不是我現在糖尿呢 糖尿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申請到雙殘津貼 是應該不行的 如果好像我現在糖尿那樣 我的藥也不便宜 因為我自己出去買藥 就三百多元一盒 吃到一個多月左右 所以其實都有一定的花費 幸好有雙殘津貼 去補貼了少少 即補貼一下 加上我的搭車錢 可以補貼一下 如果不是都幾金 他的介紹就是 如果你平時沒有什麼 小病就在上面看醫生 大病就回到香港 這個都承認 如果大病的話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大病的話 你是不是能夠到香港看呢 你是不是有本事可以到香港看呢 另外一件事 如果我搭乘車下來 即是搖巴士當然便宜 但如果我搖高鐵下來的話 會不會其實在上面看 都是差不多價錢呢 這個是我自己質疑的 另外我自己覺得 他有個弊端 他就沒有看過前景 大家知道了 香港人所到的地方 全部都炒貴了 溫哥華 多倫多 連現在美國 德州都炒貴了 我表姐當初 嫁過去那時候 二十多年前嫁過去 因為她的女兒 現在都大約畢業兼車 出來工作 二十多三年前嫁過去那時候 我表姐夫跟她買的房子 一百萬港幣左右 是一百萬港幣左右 是說有花園 不知道 三千多尺 很大的 但是到我姐姐 2003年過去那時候 就已經不是這樣的價格了 小很多 但是 都有花園 但是 是說 不知道 要一百幾二百萬 已經不是一百萬可以搞 要搞清楚 好像 都是多一百萬而已 但是地方小了 其實是 貴了很多 所以 現在開始很多人都說 去兆慶那邊 買樓 去居住 其實無疑間是會 令到那裡的房租是貴了的 所以 你那個 頻道主說 現在兆慶是一千元左右 租金是一千元左右 但可能到我們 我現在五十歲 到我們六十歲 退休的時候 十年後 可能就不是這個價格 這個都是要大家去考量的 究竟到時兆慶會不會 租金會大升呢 另外一件事 當你去多了人流的時候 你的物價都會搶貴了 可能十年後 你見現在兆慶開始有些風聲 大家開始想兆慶那裡 去投資物業 上去打算將來退休那裡住 買好房子 又或者是 因為始終會說廣東話 香港人現在在那邊 多人在那裡 買樓 所以很多香港人都會湧上去那裡 會不會到時 那些東西會貴了呢 他說 如果你留下三十萬 做定期三年 或者做些什麼 老人的年金三離 每年拿到多少錢 應該都可以慢慢撕下 所以 是不是可以呢 那時候三離 是不是足夠你的通脹 或者改變呢 其實應該不夠 所以其實大家要考量清楚 那地方的改變 為什麼我經常說我要去遼寧呢 因為我看到 就算我十年後去遼寧 它應該跟現在物價各方面都應該不會撐得太遠 除非突然間有一次搞了什麼遼寧奧運會 真的難說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看的話 遼寧會比較保持 當然是會進步的 但是不會比肖慶 肖慶應該會上得很快 肖慶應該會上得很快 可能未來五年就已經是一個小廣州 這樣的款 到時候物價就會貴很多 到時候 到我十年後去退休的時候 我是不是還能夠負擔得起呢 還有我覺得 年級只有3%其實是偏低的 其實內地股中資股 有很多利息都不錯 有很多都給到四五利息 那當然是說你要買大公司 大企業或者國企 很多都給到四五利息 那我覺得 為什麼不買那些要用年金三利那麼少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 因為年金限死了三年 那還有沒有額外得益 除了三年利息之外 還有沒有額外得益呢 其實就真的沒有什麼 股票的你買正確的時候 不需要等它大跌的 總之低位的時候你買入 那它每年給你4% 那你也會化算過你在年金3% 還有如果你在內地買的話 你直接不用把錢轉來轉去 如果你在上面退休的話 那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都要看清楚 那當然啦 政府現在是有心推些老人家上去的 那如果 政府真的想著這樣推些老人家上去 將那些在香港住公屋的老人家搬上去上面 內地的公屋的話 那你也可以考量我這件事 那究竟是否真的股票呢 不知道 但現在正在談 但會不會談得成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看我們的反應 我們的反應是怎樣呢 如果是OK的話 其實股票的機會很大 所以如果大家都說 我都打算上去退休了 那會不會 香港在上面搞一個公屋呢 專門給一些快要退休的香港人 上去申請呢 那大家努力一下 希望可能到時 來到北方的時候 我在上面退休 大家來到北方這裡的時候 我可以接待大家 OK 好 拜拜 拜拜